继续来关注南家新闻 在4月份世界自闭症觉醒月到来之际 洛杉矶自闭症症候群及学习障碍关怀协会举行记者会 介绍了宗旨在帮助自闭症候群及学习障碍儿童的 优质大脑计划BEP 同时也宣布赞助全球30名华人孩童的计划 一起来了解 每年的4月2日是自闭症关怀日 最新出具显示全球每88位儿童中就有一位自闭症症候群 而且比例年年上升 自闭症症候群以及学习障碍关怀协会特别呼吁家长 不要放弃自己的小孩 我们协会今年的正宗呼吁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永远不要放弃你的孩子 因为他们是有希望的 所以这些家长他们在自己的孩子受到好的治疗跟照顾 恢复之后他们集资要赞助30个孩子 记者会当天金马影帝王冠雄以及核桃市副市长苏王秀兰接出席表示支持 那这个我们很高兴可以就是说 这个以我们有限的能力来抛砖引玉 然后把我们本身 这个小孩子参加这个BEP Program受益的这个好处 跟大家跟更多的这些自闭症 还有学习障碍的这个孩童 还有他们的家庭来分享 这也是我们这个的初衷 希望说可以发表这个所谓的幼无幼以及人之幼的这种 这种中国富有的传统美德 然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自闭症症候群及学习障碍关怀协会 将在4月份开始接受这30位名额的申请 获得补助的家庭 最多可以得到70%的医疗开销资助 自闭症症候群及学习障碍关怀协会 希望能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关心自闭症儿童 国际卫视记者卢慧娟朱思勇 洛杉矶报道